沙漠玫瑰高压繁殖生根法操作简单 一盆变多盆 沙漠玫瑰呢 它的造型非常的美观 开花呢也非常漂亮 那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沙漠玫瑰的嫁接方法 操作简单 而且这个嫁接成果率生根率更高 我们呢在这个沙漠玫瑰之条上 选取一个侧枝 在侧枝上选取一个位置 然后进行环包的形式 把它的外皮去掉 我们呢在这个枝条上 用这个压条 高空压条法 把外皮去掉 形成层去的去给它刮干净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去套一个一次性的这个塑料杯 套好之后塑料杯里呢 加入疏松透气的土壤 然后浇水的时候呢 记得在水中去的参点生根液 能够刺激它快速的生根 泡一个通明的塑料袋 等到这个40多天之后 这个枝条底部呢 就能够长满根系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俩下期再见